荣定坤有你瓦匠,发展成为富甲一方的巨伤,用的手段肮脏至极。 穷人诈富,荣定坤有钱后,娶了正房黄淑君,又难了几房一太太,外面更是阴阴艳艳艳不断。 但这么多女人,没有一个是他真心爱过的。 荣定坤把女人当成了装点门面的物件,他本人文化水平不高,却偏爱清纯的女学生,这也是为什么荣太太黄淑君把冯侍甄招聘进荣家的原因。 荣太太投其所好,帮丈夫挑选情人,冯侍甄,明显会是荣定坤喜欢的类型。 冯侍甄年轻漂亮,读过女子学校,气质出众,谈吐不俗,有真材实学,荣太太以为少爷小姐找家庭教师为由,引冯侍甄进了门。 荣太太引狼入室,其实也是不得已而为之。 荣定坤偏爱孙氏姐妹,孙姨娘怀孕,又把妹妹献给了荣定坤, 姐妹俩里应外合,把荣定坤哄得心花怒放,孙家族人也在荣定坤的照顾下,得了不少好处。 破落户,孙家,靠两个女人的牺牲,换来了家族的暂时富贵。 而荣太太身后的皇家,颇受荣定坤忌惮,皇家的势力接连被荣定坤铲除,反倒是孙家有了皇家昔日的辉煌。 荣太太见不得孙家飞上之头,她已是年老色衰,在努力也得不到荣定坤的青睐,为了从孙氏姐妹手里把丈夫抢过来,荣太太不惜挑选新人入府。 冯世珍是荣太太安排进来与孙家姐妹争宠的。 孙姨娘已经生了两个女儿,但女儿在荣定坤眼里不值钱,尤其是庶女,荣定坤对她们的安排,也不过是随便嫁个不错的人家,将来多少能帮扶荣家的事业最好。 孙姨娘为了故宠,在自己怀孕期间,把妹妹孙少卿安排到了荣定坤的身边,因为孙家不能失去荣定坤这座靠山,自己肚子里是男士女孩未知。 万一再添女儿,自己怕是也要被荣定坤冷落。 在孙家人看来,能够被荣定坤这种富商、圈养,是一种幸运,因为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,女子想要独立太难,伺候荣定坤,骑马吃喝不愁,享受的是阔太太的待遇。 冯世珍起初也以为孙少卿不过是个有心机的老女、文艺女青年的模样,更像是孙家为孙少卿包装出来的人设。 和孙少卿接触多了,冯世珍才知道,孙少卿是真正的才女,留在荣定坤的身边,孙少卿有难以启齿的苦衷。 孙少卿从来都不是自愿伺候荣定坤的,她之所以成为姐夫荣定坤的侍妾,是姐姐灌醉了她,把她送上了荣定坤的床。 冯世珍为了套出荣定坤的商业机密,利用了孙少卿,孙少卿贴身是奉荣定坤燕带,比旁人更清楚荣定坤的动向,冯世珍投其所好,和孙少卿走得很近。 得知孙少卿喜欢文学,冯世珍就只和她聊文学,聊诗歌创作,不谈人生,冯世珍有荣家的家庭教师的身份,孙少卿尊重冯世珍,很是欣赏冯世珍的学问。 冯世珍很快就获得了孙少卿的信任,两人成了志同道合的知己,荣家上一度厌恶冯世珍的行为,毕竟在她这个大少爷眼里,和小妾互称姐妹,不是什么光彩的事。 冯世珍以为自己轻轻松松就攻克了孙少卿,得到了想要的信息,其实她不知道,在她算计孙少卿的同时,孙少卿也算计了冯世珍。 荣定坤与孙少卿同房的背后,藏着最丑陋的人性。 孙姨娘为了争宠,牺牲掉了妹妹一生的幸福,孙大哥更是利用孙少卿,获取了荣定坤的信任,尝到了不少甜头。 她们觉得孙少卿的牺牲很值,只有孙少卿自己在痛苦中堕落,看不到未来,感觉自己会就此毁灭。 孙少卿想过逃脱,可是她一没有谋生的经验,二没有逃跑的机会,荣定坤的保镖看得很紧,背叛荣定坤的女人,下场只有死路一条。 冯世珍的出现,给孙少卿的人生,带来了新的希望。 孙少卿为此和冯世珍亲近了许多,孙姨娘看不惯妹妹的不思进取,大骂孙少卿愚蠢,孙姨娘怒斥,看书。 你就知道看书,有功夫和那个家庭教师闲扯,怎么不去陪老爷说说话? 至少少和那个姓冯的女人混,我看她肯定不怀好意。 孙少卿冷笑说,人家没有咱们家志向这么伟大,削尖脑袋就为了上老爷的床。 孙少卿反驳道,我们家是缺了一,还是少了十。 为了让你们过上奢侈的日子,就灌罪我送到姐夫床上,也亏你们俩想得出来。 孙家祖宗要是知道,气得都要从坟里跳出来。 孙姨娘解释说,只要自己生出儿子,就能换孙少卿自由,孙少卿早就对姐姐没了信任。 欲赫难填的兄姐,是孙少卿搭进去自己的后半生,也满足不了的。 孙少卿不仅被毁了清白,还染上了烟瘾,她一步步被腐蚀,堕落太容易,清醒太难得。 冯侍珍提醒孙少卿,在外谋生,并不简单。 孙少卿却早就有了自己的人生规划,在女中读书的时候,便和一个好朋友约定了将来一起去日本。 她学建筑,我学教育。 所以,在冯侍珍提出帮孙少卿逃离荣家的时候,孙少卿推辞了几下,就欣然答应了,冯侍珍的逃跑方案,明显孙少卿也早就想到了。 孙少卿和冯侍珍,体型相似,气质相近,毕竟荣太太是按照荣定昆的心仪类型,把冯侍珍招聘进来的。 孙少卿故意对冯侍珍说,老爷就喜欢我们这样的女学生,其实是暗示冯侍珍,你我相似,必要的时候,可以使用障眼法。 聪明的冯侍珍,果然想到了送孙少卿离开的妙招,让孙少卿假扮冯侍珍的样子,趁着夜色走出荣家的大门。 冯侍珍作为家庭教师,出入荣府相对自由,孙少卿换上冯侍珍的衣服,足以以假乱真,蒙混过关。 这是一出险棋,万一失败,后果不堪设想,而且留下来的冯侍珍,极有可能受牵连,但孙少卿还是铤而走险,顺利逃出了牢笼。 得知孙少卿离家出走,荣定昆大发雷霆,派人四处搜捕孙少卿。 荣定昆不知,孙少卿一出荣府,就被冯侍珍的同伙抓走了,孙少卿大方吐出荣定昆的商业机密,而后被送去了日本,获得了他梦寐以求的自由。 刘光之城原助理提到,荣定昆半身不随后,杨秀成对冯侍珍说出了孙少卿的近况。 孙少卿借助冯侍珍这块跳板,改变了自己的命运,不自由,无宁死,他对血亲的反击,够狠。 孙少卿当然知道,他一旦背叛荣定昆,自己的姐姐和哥哥将会是什么下场。 荣定昆迁怒于孙姨娘,孙姨娘迅速失宠,怀着孕还要被荣定昆家暴,孙姨娘因此早产,荣定昆却冷漠地对医生说,不用管大人,保住孩子即可。 孙少卿出走,给姐姐留下了一堆烂摊子,限制亲于不仁不义,不顾姐姐的生死,也要追求自由的孙少卿,他的自私,太清醒。 不愿做荣定昆豢养的金丝雀,孙少卿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人生,而孙姨娘生下了儿子,仍然被荣定昆羞辱,他这才看清,孙少卿拼死也要离开荣定昆的真相。